我们现在来介绍科西均值定理 科西均值定理简称Cauchy Cmean Value Theory CMVT 现在我把这个定理的内容的话呢 给各位同学做一个解释 那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里面的条件 科西均值定理其实就是均值定理的一种推广 原来均值定理指的是一个函数 现在我们把它推广成两个函数 这里假设F of X看GX的话呢 在区间各位同学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AB这是一个open interval 就是开区间是可为分的 而且在这个地方是中瓜湖的 这是B区间 B区间就是包含了AB的两个端点